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故事的主角妹妹 原名叫做不穿玉上 她是一个将军外防妻子的女儿 自有其貌不让 到长大更为丑陋 所以她爸爸 从来对她的事都莫不关心 而她对爸爸的印象也不深厚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 丑陋是一种的传染病 唯一能够陪伴妹妹的 就只有一个洋娃娃 每晚妹妹都会抱着她睡觉 十五岁正正在花样年华的时候 因为自卑和厌世 所以妹妹在房间里上吊自尽 由于自幼封闭 从来都没有人进过去房间 直到尸体的头发 从腰上到地板 衣服由白色变成红色 妈妈才发现妹妹的尸体 妈妈当时伤心欲绝 事发之后 妈妈一直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 一直挂着自己因为偏爱次女的关系 还要成大错 终于在自己三十岁的时候 忧屈至死 临走前抱着羊娃娃 仿佛就好像抱着雷雷一样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村民都会听到这间房间里面 会传出一些微弱的叫声 妈妈 我真是很寂寞 妈妈 为什么你常常都不跟我玩呢 而当时屋里面 只会遗留着一个发念的羊娃娃 为了平息村民的恐惧 将军派刁公 将娃娃的面黑成猫面 为了不想听到怪声 将军就命令 不可以帮娃娃黑上嘴巴 自此之后 这个娃娃就放置在屋里面 度过了百多年 经过一连串的战争 一村一郊 被逃杀 强奪所有财产 而这个羊娃娃 也都被转埋到世界各地 近百年里 羊娃娃虽然被公诸于世 但她的故事 依然少为人知 平常人收藏她 只是因为她有土人的外形 想不到 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 这么悲惨的故事 故事的羊娃娃 你和我都一定见过 不知道 她有没有和你提过呢? login planner 园 釀 营 我又迷你 跟那我做一些 我又迷你 我又迷你 爸爸和我 那天 那天 爸爸她叫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